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像是一只小小的年虫 粘在冯绍峰的身上 不论走到哪里 只要一有空闲 他总是会紧紧地拦住他的爸爸 这种年人的举动看似简单 却蕴含着浓浓的父子生气 就算在繁忙的工作中 冯绍峰也总是会挤出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 绝不辜负年人的小宝对他的厚爱 冯绍峰静静地看着这些灯光 灯火蓝山处 映照在他坚毅的眼中 不禁心生感慨 这个光辉的梦幻世界在他的眼中仿佛是给予他一种启示 让他更加感受到父爱的无穷伟大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家庭更加温暖的地方 而他的儿子就是他生命的光芒 灯光秀展现着一个个不同的画面 场景不断变化 而冯绍峰一直将儿子揽在怀里 这海洋般的灯光世界饱含着浪漫的情愫和动人的故事 宛如一幅黑白影像在他们面前再次展开 儿子肆意地笑着 眼中充满好奇和快乐 灯光在他的脸庞上跳动着 使得他显得更加可爱 冯绍峰的心从未像现在这般完整 整个世界仿佛就只有他们父子二人 他感受到了这种家庭的力量 一种能够让他在繁忙的演艺事业中找到支持和慰藉的力量 他笑着 望着扑面而来的灯光 心中温暖而感慨 时间飞逝 灯光秀结束了 冯绍峰牵着儿子的手走出了这个光彩夺目的世界 他们沉浸在属于他们的幸福中 好像忘却了整个外界 只关心这一刻的甜蜜 回到家中 冯绍峰细心地给儿子讲了一晚上的故事 小宝任性地躺在床上 眼睛眯成一条缝 听着爸爸温柔的声音 安静地入睡了 这样的夜晚对于儿子而言 是如此的特别和满足 而对于冯绍峰来说 则是无上的幸福 两人并肩而坐 身心沉浸在亲子时光中 演绎着父爱的真谛 儿子的无忧无虑和冯绍峰的关怀宠爱 仿佛融化在一起 成为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 正如那梦幻的灯光秀一样 他们用四岁的年人和父亲的慈爱 构建了一座无金不摧的幸福之城 这一晚 冯绍峰带着儿子看灯光秀 将儿子揽在怀里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时刻 他们守望着彼此 感受着家庭的温暖和舒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家庭的力量无法估量 而父爱的浓烈则能化解一切困难和痛苦 冯绍峰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他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然而 当他扮演起父亲的角色时 他展现出了那段使人动容的情感 父子二人的相处之道 犹如他演戏般令人心生敬佩 这个故事的美丽 不仅仅在于冯绍峰和儿子 更在于这个家庭所传递出的爱的力量 幸福并非只存在于一幕幕的灯光秀中 而是每一个家庭中 都能够感受到的珍贵财富 无论冯绍峰的事业如何辉煌 都无法超过他和儿子之间 那无私而伟大的情感 冯绍峰带儿子看灯光秀 将儿子揽在怀里 这个感人的画面 将会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这是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故事 一个辞早无法形容的幸福家庭的写照 让我们心怀感激地品味着这份幸福 愿这个家庭的美好时刻永远延续下去 冯绍峰 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无疑是怀于影坛的一颗璀璨明星 而如今 他的光芒似乎还要蔓延到他可爱的儿子身上 最近 有幸目击到他带着儿子观赏灯光秀的场景 那一刻 他不再是金鸡奖影帝 而是一个亲近父子情的平凡爸爸 这场灯光秀 位于繁华的都市中心 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而在人群的中心 冯绍峰低着头 双手环抱着他那可爱的四岁儿子 彷扶一个温暖的小羊毛球嵌在了他的怀里 他那微笑着的眼睛 仿佛转化为了最温柔的闪光灯 照亮了这个夜晚 冯绍峰与儿子的年人关系 早已成为他们幸福生活的代表 无论是拍戏时临时跳槽 亦或是停下脚步 全身心地投入孩子的陪伴 这位父亲总是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爱 而这一刻的灯光秀 更是将他们的父子情淋漓尽致地展示在了众人的面前 他的儿子是那样的可爱 那样的天真无形 他的眼神里透露出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向往 仿佛每一颗星星都在他眼中闪烁 他那稚嫩的双手 执着地拽着爸爸的衣角 如同一棵小树的嫩枝 依偎在父爱的庇护下 无忧无虑地成长 冯绍峰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灯光 但心里早已被儿子的可爱和年人行为所占据 他微微侧身 用手扶过儿子的柔软发丝 那一刻 仿佛时间凝固 他们成了一幅画面 永远镇刻在这个夜晚的记忆中 人群中时而传来掌声 时而传来欢呼声 那是对这场灯光秀精彩表演的赞许 但冯绍峰和儿子 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他们的世界不需要外界的声音 只需两颗心的默契 这默契 是父亲用温暖和宽厚积累下来的 也是儿子用纯真和感激表达出来的 这场灯光秀 不仅仅是采光的闪耀 更是一道温情的风景 冯绍峰和儿子的相处之道 给所有人一起敌 让人们明白 现在的世界已不再仅有漫天的繁华 而是更需要真挚的情感和沟通 他们的亲子关系如同一幅画卷 将人们的目光吸引过来 让人感叹于家庭的力量和温暖 人们不禁想起那句古老的格言 教育孩子 要从亲子关系开始 冯绍峰不仅仅是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个优秀的父亲 他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人 家庭是生活的港湾 父爱是孩子成长的动力 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了亲子关系的美好和力量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 却因为冯绍峰和儿子的出现而变得非凡 他们的父子情 不经意间将人们的心打动 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 愿着灯光秀的光芒 照亮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的生活 而冯绍峰和儿子的亲子关系 将成为我们心中永不磨灭的闪光点 灯光秀开始了 无数的灯花在黑夜里舞蹈 如繁星闪烁 美丽而神奇 孩子的眼睛眨都不眨 仿佛要将每一刻都尽收眼底 他静静地凝视着 庞佛进入了一个充满奇幻和童话的世界 冯绍峰轻轻拍着儿子的背 感受着他身上弥漫的温暖 无声的父爱在这一刻传递 仿佛有着无边的力量 这个小孩从出生就被赋予了众多期待 他将成为家族的延续 更是承载了许多人 在他身上的希望和梦想 在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时间里 冯绍峰是一个繁忙的演员 工作的关系 他往往不能陪伴儿子 因此 每一次与儿子相聚的时刻都变得无比珍贵 他知道 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父母亲的陪伴和关爱的 正因为如此 即使在忙碌 在重要的工作 他也会放下手中的事情 将时间留给孩子 四岁的儿子特别有感受力 他能明白爸爸的心思 只要爸爸在家的时候 他就总是黏在爸爸的身边 从冯绍峰的眼中能看到他对儿子的未来的期许 他不希望这个小男孩沿着已经踏平的道路走上去 而是希望他能够拥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他相信 只有将爱与自由完美结合 孩子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 自信的个体 四岁的儿子仍然懵懵懂懂 对于世界充满好奇和幻想 他时而用天真的眼神望着身旁的父亲 时而用小嘴悄悄地发问 父子二人一同走过街头巷尾 体验世界的美好和多样性 冯绍峰的目光温柔地停留在儿子的脸上 他知道 这一刻将成为他们永远的回忆 时间悄悄过去 心中的余韵却久久不散 他默默地为儿子祈愿 希望他的未来充满阳光与辉煌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